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来关注乌俄战争的议题 那么乌俄战争开展到现在四个多月了 现在俄军的攻势是越来越凌厉了 不过现在当然也有人穿梭在中间 希望来帮忙协调 这个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但传出普京生气了 为什么呢 他抓违反保密协议 公布了他们两个闭门会谈的内容 明明就是我们私下讲的 怎么你可以对媒体来公开呢 可是大家都会想到一件事 之前拜登不也是自己脱口 说他还打给习近平吗 那么习近平说 我21世纪的民主无以为继 专制将主宰世界 很多人就质疑这真实性 之前我们的兵哥也有质疑过说 你觉得真的有国家领教会说 自己是独裁者吗 这个逻辑就不太对了 那么现在带您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很明显的攻占 到了乌东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正积极的往乌南这边来攻占 那么就是往盾内刺客这个地方 往下走的部分 那么现在俄军已经攻占了 利西长斯克 活力又集中在盾内刺客 那么乌克兰的士兵也讲了 这东部的战线 现在被俄罗斯占据之后 根本是人间地狱 最见的这个地方有多可怕 那么现在普京是不是很开心 他已经占下了利西长斯克 他说要犒赏这些解放 卢干斯克的俄军 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 那么有人就认为了 这俄军是不是已经胜券在握了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当然了 停火的条件大家都在喊 现在乌克兰又喊出来了 他们要求有几个条件 来停火 第一个Z部队要停火 撤离乌克兰 再来就是送回被绑架的公民 引渡战争战犯 第三个就是战争的赔偿机制 要列出来承认乌克兰的主权 不过你还记得吗 之前俄罗斯也提出过 一些停火的条件 我们就带你来比比看 俄罗斯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是 只要乌克兰放下武器达成 这样的协议就要停火 第一个就是停止军事行动 那么中立的地位要入线 承认克里尼亚是俄国的领土 乌东两分离主义区域的独立 泽伦斯基现在要喊的 竟然是重建乌克兰 不是一个地方的项目 他把民主世界都拉进来了 那么要重建当然需要的是什么 是钱 但是乌克兰我们先往下看 4月22号的时候 他先喊出要6000亿的美元 那么接下来再喊出说 要1兆美元 1兆美元算一算 台币要30几兆 还有现在就喊一喊就说 那算了那7500亿好了 那到底谁会付这一笔钱 乌克兰拿钱才会停火吗 现在有人就说了 那么欧洲的人的确有在想 尤其是欧盟贷款机构 他也不是要给你 他是借给你 他们筹措大概1000亿的欧元 要来帮助重建乌克兰 那这个钱要不要还 还是要还 那么俄罗斯的总理都讲到了 俄罗斯没有办法被鼓励 而且在全球有很多的朋友 像是日媒就说了 普清曾经邀访俄罗斯 习近平用防疫为理由 是拒绝他了 那么现在中俄之间 是不是也有一些矛盾存在 还是说其实中俄之间 有不能说的秘密呢 那么现在乌克兰被大国 是不是交易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2月的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 当时还赞扬泽伦斯基是典范 还向乌克兰提供 90亿美元的军援 到了3月就说 北约不会很快 让乌克兰加入 4月乌国战事不顺的时候 英美媒体就开始担心了 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武器 会不会外流 5月的时候 现在又开始讲到了 美国到底犯了哪些错误 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我们政府是不是 在战略上有点问题 6月芬兰瑞典入伍了北约 承诺不会把芬兰瑞典驻军 那么俄罗斯从蛇岛撤军 他们说这意味着 是不是北约跟俄国的交易很棒 可是讲到了国外 再讲回国内 竟然有人把我们跟乌二战争 比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立法院长游习坤 他强调武装抗日 他说其实过去台湾 在马关条约的时候 日军来到台湾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误涉事件 大家都有抗订他 所以看得出来台湾的青年 其实是会挺身而出的 拿出这样的比喻 大家有时候也是一头问号 那么我们现在要请教兵哥了 您觉得现在的局势来讲 这个普清是不是拿下乌克兰 真的是只欲可待吗 游习坤做了这个比喻我还不知道 他脑袋在破洞了 他忘记结果一味战争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对台湾人有没有起来反抗 有 然后就到处被扑灭 很多人就成了汉奸 然后就把很多人都出卖掉了 到最后 在希利安事件之后 这个在武装的反抗全部都停息 然后慢慢开始用政治的反抗 后来很多人就直接认同 自己是日本国务公民 所以你觉得这个比喻是对的吗 游习坤到底对历史 到底有没有读过 我是觉得你怎么会得出 这种奇怪的结论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是 乌东已经被俄罗斯掌握住了 至于说乌北 东北这块地方 哈尔科夫 还有乌南的荷尔松这个地方 现在都还有战役在进行当中 那俄军的动向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 是不是普丁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是昨天网路上传出了一个消息 也就是俄军推进的方向 是以聂伯河为目标 也就是他要达到一个天然屏障 如果是这样的话麻烦就打 这场战争还有得打 聂伯河其实蛮推进内陆的 是 因为聂伯河 其实如果你顺着河一路往上游走 就是到基辅 所以他现在到底想要 站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没有人知道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怎么会去讲说 我重建基金要多少 请问一下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国家正在战争中 什么时候这场战争会打完 我们都不知道 结果你现在在跟我谈重建基金 你战场上的军备 相关的资源都够了吗 如果这些都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讲什么重建 你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你看 责任司机提出来的谈判条件 就是完全不切实际 叫做交出战犯 然后赔偿损失 然后承认乌克兰主权 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达成这种条件 有 就是乌克兰打到莫斯科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 现在被人家入侵的是你 那你也没有办法击退人家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样要求人家交出战犯 怎么样要让人家赔偿损失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责任司机是已经完全 天马行空到一个 我管他现实怎么样 我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头就好吗 难过会提出这种什么 7500亿重建基金 你疯了吗 你不知道现在整个欧洲 跟美国都在通货膨胀吗 全世界因为恶乌这场战争 其实很多地方都过得不好 连我们台湾 现在物价通膨都非常严重 然后你叫大家拿出钱 来跟你去重建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你到底你脑袋在想什么 怎么可能会发生那种事情 你知道欧盟这些人 也算给他面子 所以弄个1000亿 你以为这1000亿 真的会拿出来 根本没有 他只是希望筹筹到 所以这根本都是骗你的 在我看来 欧洲这些人已经开始打退堂股 美英即使再想要往前推 我看后继也无力 因为他们自己国内问题 也非常严重 乌克兰大概就是被卖掉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汤老师 您觉得真的乌克兰 已经被大国给博弈掉了吗 我看大概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刚刚爆发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是情绪反应 对 怎么可以这样 大家都对俄罗斯 咬牙切齿 所以说我们要全力支持乌克兰 可是现在已经搞得快5个月了 现在大家就感觉到说 我还得过日子 所以说现在这个理性的抉择 慢慢慢慢出来了 是说我当然要照顾你 这是原则问题 可是我自己家里也得过 我再举个武器的例子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欧盟的国家 或是北约的国家 这里北约国家 我们要把它分成三种 第一个是以前受过俄罗斯影响的 包括它的周边的 包括它的内部的 比如说波罗尼亚三小国 波兰什么这些 这些国家 它反俄的情绪非常高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像德国跟法国 他们虽然是觉得说 这个原则上我们没办法接受 可是他现在电量一下 他说我现在内部 怎么搞到我的通膨 快要接近久了 这样子我的日子还得过 而且现在德国已经宣布了 它的能源紧急命令 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冬天快到了 9月10月就冬天来了 那冬天到了以后 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 多穿点衣服 少洗点澡 那他这种说法已经放出去了 让老百姓要先做心理准备了 那所以说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会全力的来支持乌克兰吗 那另外一种国家是谁呢 就是美国跟英国 那美国跟英国 美国是隔了一个大西洋 那英国也隔了一个英伦海峡 那所以说他们直接受到的影响 不是不严重 可是要比这些欧洲 大陆的国家来讲 还是相对的严重 因为比如说难民 不会跑到美国去 还有得坐飞机 你跑到英国去也是太远了 所以难民都跑到周边的国家 那周边的国家 现在多少了 已经有差不多700万了 七八百万了 这个难民波澜最严重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三种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武器的系统也不一样 原本像波兰捷克的 像这些国家 它以前都是苏联式的武器 所以说他们给乌克兰的武器 这乌克兰人 他立刻可以上手 可是这些武器都很老旧了 都是二战很久以前的武器 那这些武器 现在已经基本消耗殆尽 所以说他们要把 最新的东西要提供给他们 那德国 法国的武器 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的武器是非常精密的 你得派人来受训 受训起码一到两个月 你不来受训的话 你武器打到自己人 那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 那美国那边 当然他就另外的想法 所以说西方世界 现在肯定说分成三个不同的区块 所以说对现在的俄罗斯 或者说对俄乌战争 他们我觉得 感觉到是说我为了原则 我必须要花下很大的成本 可是如果这些情况 让我感觉到是一个无底洞 那我现在到底是禁还是退 已经陷入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困境 那有志哥 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 现在乌克兰总统 泽恩斯基一直在喊 这个重建的经费 从一开始他一直产行 6000亿美元一兆 他现在又回到7500亿 你觉得这心态到底是什么 其实卓恩斯基录都是始终如一 他一直都是拿民族情绪 价值观跟红萝卜 来引诱这些西方国家帮他 不是吗 他的招数都是一直一样 巡回所有的国会演讲 当然除了咱们的立法院以外 所有的国会全部演讲归轮 请问一下他在做什么 他引起国际同行 他打舆论战 然后让美国跟这些 他踏过的土地去施压 然后这些国家 就会交付军火给他 他就可以开始去做他的反攻 不是 演戏 然后再来 他今天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红萝卜 前面你们给我这么多 不是大家没代价的 未来6000亿有你们的 但是我先点名 谁帮我最多 波兰最多 要不要参与他 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分配的人 美国 美国才是真正分配这6000亿 大饼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残忍 问题是就是大饼 然后拿来把这个乌克兰的情势 一直把它延续下去 你说泽勒斯基 我从头到尾就不认为 他是一个英雄 他是一个英雄什么 他今天真的把国家的资源 跟老百姓几百万的游民 还有数万条生命当开玩笑 当手中的盘装孙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总统完全不合格 然后现在整个俄罗斯打到什么 如果你去看美国在1月的时候 最大的智库CSIS 他整个评估乌克兰的战役 那是还没打 2月才打 1月的评估四大路线 其中刚刚就是加席你讲的 最惨的就是刚刚丁哥讲的 地涅薄荷这一条 最好的是内陆化 奥德塞化出去 美顿内斯克 内陆化 如果是地涅薄荷 乌克兰大概 你要重建6千亿 大概剩2千 很难 对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到底乌克兰现在状况 会是怎么样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